好 还有全美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 东森新人王歌唱大赛 今年在大苹果纽约 旧金山还有洛杉矶三大华人区 举办了分区决赛 第一场前进纽约 经过海选 九位选手杀进了决赛 究竟谁能够抢进全美的决赛呢 我们带您来先赌尾快 纽约地铁 中央车站 帝国大厦 大苹果熟悉的地标 东森新人王来了 搭起决赛的舞台 还有这位熟悉的帅哥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由McDonalds 冠名赞出的2016年 东森新人王的纽约决赛的现场 去连回锅选手车池唱着 《我还是爱这里》真情流露 你能不能借我一秒看我一眼 I surrender Jesse嘹亮高歌 把她演绎的荡气回肠 试闻外形的余航 趁早唱得深情款款 九位选手第一轮比赛 拼慢歌 互别苗头 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 总为你弹刻 为你心爱 但是呢 今天你能够站在这个舞台 表示说大家一定肯定你的实力 坦白 很可惜 我觉得感情可能如果再 有一点更加强的话 会对她的表现更好 精彩对决 好戏不断 还有第二轮快歌登场 Jason Chen没听错吧 难道是新人王总监粉末出场吗 原来只是同名同姓 制造了小小的插曲 短裤运动衫 反戴棒球帽 高文夺一身的轻松 代理飞上月球 唱得格外的轻松自在 美女肖三三 My strongest suit 又奔又跳 青春无敌 跟他前面的曼哥的表现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你很有潜力当歌星 我四年看到他成长 今天也是我看着他最放得开的一次 两轮大对决 选手互不相让 谁会是最高分的三位 顺利进入全美决赛 千万别错过3号和4号 这个周末热血播出的 东升新人王纽约区的决赛 东升新闻团队 在纽约的采访报道